作詞文書 李宗盛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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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文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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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要講的是生態理論 現在你們就是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也就是說 孩子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他生理的成熟 或者是隨著年齡的認知發展階段 產生差異 這些好像比較是鎖定在個人以外的 而事實上呢 孩子的發展還是受到了家庭以外 其他所有事件發生的影響 好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說 一個小孩子他所生存的環境 準備好了嗎 不要在課堂上一直一直講話 我現在是因為在趕課 所以我沒有時間 憋我 說得好 我都不知道用什麼話來說 我現在在趕課 所以我都認平你們了 可是等到我趕到一陣子之後 我就歪了 我不會怎麼樣 可是你們知道 你們大小學點在我的課堂上 是有大改善嗎 因為我現在要改善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們真的要講話要怎麼樣 我剛剛已經說過 怎麼樣 去外面講 講完再進來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生態理論就像是一組俄羅斯娃娃 一個套一個一個套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不早給你們看這個圖 我就講完了 好 對對對好高興 我一直在趕課 我一直覺得 沒完沒了這樣 好 所以你看看小孩在中間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是小孩念的 幼稚園托兒所或是學校 然後呢 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父母 還有他兄弟姊妹 他的核心家庭 那你就看到說 這個就是他在他家的環境的附近 對不對 這些都會影響孩子本身 然後這些彼此之間也會彼此影響 對不對 因為譬如我剛才講的 父母的關係 也會影響孩子對不對 那父母呢 帶孩子到幼稚園 跟老師之間的溝通 也會影響小孩 所以我為什麼你們 比較大一點 二三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就會 有此外老師就開門 叫什麼親職教育 什麼親師溝通 你就會發現 孩子不是只有受到父母的影響 其實孩子也受到 老師的影響 所以呢 我剛才不會講說 有個小女生她非常的酷 她都不理別人 那有一天我去幼稚園看她的時候 我要跟她打招呼 她不理我 過一會 我再跟她們老師聊天 她就跑到我們的旁邊這樣 繞圈圈繞圈圈 好像要把我們綁住這樣 好 然後她們老師就跟我講說 她跟這個小孩的媽媽講 她說三歲的小孩啊 是剛從原生家庭來不久 當然這個小孩其實以前去念過 那個零到三歲的托兒書 可是這個老師就講說 其實你可以從小小孩裡面看到 從原生家庭裡面帶來的一些 行為啦 習慣啦 點點點這樣 好 那你就發現親事溝通很重要對不對 好 會影響 還有呢 孩子如果到了家庭以外的環境 他也可能會交了好朋友 所以這些 這些也可能會影響孩子對不對 好 那你就發現這個叫做 微系統 你們課本要叫什麼 小系統是不是 好 小系統 我要用英文講 因為我也不知道中文算是什麼 你們自己對應著 好 這個叫做microsystem 就是這些 這些這些這些 橘色對它的影響 這些橘色都叫做microsystem 好 那橘色跟橘色之間的 這一個 相互影響的 這一個關係 通通叫做 mesosystem 好 那然後呢 外面這一層 這一層就是 譬如說 你們知道現在出生以後都有什麼 什麼 小嬰兒的 健康檢查 那是國家所提供的 對可以到衛生所 去做新生兒的什麼什麼 篩檢啊 什麼什麼新生兒的什麼 身體健康檢查 這些都有可能影響到小孩對不對 所以像以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兒子生出來以後呢 國家就可憐我們這些 是高級的平民 就是學歷高收入低這樣 所以在我開始懷孕的時候呢 對 美國政府每個月都會給我 一些像 食物券這樣的東西 好 那你就可以拿這些 食物券的東西就可以去 大賣場 免費的拿那個食物券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領 譬如說兩加倫的牛奶 或者是cheese 或者是賞 那小孩生出來的時候 所以我的孩子 開始生出來 至少到他完全沒有喝牛奶之前 他都是喝美國政府 給他的那個食物券裡面的 奶粉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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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券就對了 好 那這個特別影響孩子發展會嘛 因為他就是看你們這些可憐的窮人 如果沒有給你食物券 孩子可能會養的很不好 這樣會影響他們未來美國的國力 其實他們有很長遠的想法 你只要在美國生就是美國公民 那你就他就很怕 將來這些小孩沒有養的好 會影響他們將來的戰力 你知道美國人是很愛他們自己的人民 所以我的兒子比較大以後 再去換美國的護照的時候 那個美國那個移民官還跟他講說 你要好好的keep your English 要還要繼續維持你英文的能力 不要忘記英文對你來說很重要 他是非常在乎他在活外的僑民 到底有沒有表現得很好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也就是我們台灣現在不是就有說 你生一個小孩就給你幾千塊對不對 幾萬塊 或者是說現在免費都可以打什麼 預防針 所以他現在沒有辦法給我每個人 每個小嬰兒免費的什麼牛奶津貼 或什麼是沒有辦法 因為國家真的 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切 所以呢 這個都會影響對不對 還有爸爸媽媽的工作是不是也會影響 孩子會 如果父母工作壓力很大 現在園區的小孩 有些時候 爸爸媽媽回到家的時候 其實已經七八點 所以現在園區附近的一些托兒所 他可能還是有提供晚餐的 吃完晚餐才回家 當然這是少數的 可是我常開玩笑說 園區的父母最喜歡一件事情就是 哪一種托兒所 就是可以穿睡衣來穿睡衣回家那一種 就是他只要把孩子叫他醒來 然後把他載到你的托兒所 然後你就幫他換好衣服 然後讓他吃完早餐 然後刷完牙什麼什麼 然後他也最好是說 你也幫他吃完餵晚餐 然後給他刷好牙 給他穿好睡衣 媽媽只要帶回家放在床上睡 這樣就好 因為現在的台灣的父母 尤其是園區的父母 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工作也會影響孩子 對不對 好 那我說法令會不會影響孩子 會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 好 就是說事實上法令有規定說 誒那個 要給孩子什麼食物津貼或什麼 那我剛才講說 像這一些 就是說你家附近如果有 像我們新竹很好對不對 有好多那種很大的醫院對不對 可是像有一些山區 就沒有什麼醫院 也沒什麼診所 那也會影響到小孩子的健康 不是嗎 好 那還有其他就是 譬如說他的 爺爺奶奶不住在一起的 其他的家人 這些都會影響對不對 好 那所以這一層 這一層是紅色的 這一層 這一層就叫做 怎麼 叫什麼 Axosystem Axosystem 那這一層 我剛說的 法律啦 然後 我們認為的價值觀 譬如說 台灣的父母可能覺得說 兒女是父母的啊 我想怎麼打 怎麼打 他從我肚子裡面生出來的 所以你就發現 這個價值觀也會影響小孩 所以為什麼台灣很多小孩 活活被打死 這牽涉到我們的價值觀 還有一些習俗 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會過甘母節啦 或者我剛剛講過的 我們中國人不管誰 你都要說他叔叔好 阿姨好 老師好什麼的 那外國人可能就 就只要說 嗨 我就走了 所以你就發現 這個叫做 macrosystem 好 在80年代呢 Brown and Brindle 他只提出來 這個很逆向 就快就像一塊大餅這樣子 可是後來他發現 好像不是單單這樣而已 所以他又提出來了一個 垂直的一個概念 這個叫做時間 時間系統 Chronal system Chronal是從Chronicle來的 Chronicle Chronicle就是 即時的 即時的 好 所以呢 他從原來一塊 平面的二度空間的一塊大筆 最後變成是一個圓柱體的概念 因為加上了第三度的概念 就是時間的系統 他認為隨著孩子不同的階段的發展 好像就像你在 你在切每一塊 每一塊 蔥油餅這樣 然後把蔥油餅每一塊 快疊起來 你就發現每一個時間點 孩子的 橫切面 就是這個所謂的 macrosystem macrosystem exosystem and macrosystem 事實上他之間對孩子的影響 是有所差 所以你會發現 你們小時候呢 可能都要把媽媽牽著 帶著你去什麼 去上書 對不對 過一陣就不要給媽媽牽 你會覺得這樣很丟 那過一會喜歡牽別人 牽異性人的手 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 這些對你的影響是很不同 你小時候什麼都是你媽媽說 後來都是老師說 後來就是朋友說 你媽媽就說 當然你朋友比較重要 還是媽媽比較重要 可是你研究還是發現 你在平常都是相信你朋友 可是只要遇到重大事件 第一個還是怎麼樣 還是call你的老媽 媽我需要你來幫我 我怎麼走 所以你還是發現 還是不太一樣 好 這個理論呢 是 從80年代到現在 我們都認為它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理論 然後這個我就已經講完了 請你們自己去閱讀內容 可以嗎 好 所以它的優點跟缺點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看到個體個體之間的互動 還有 還有所謂各個系統之間 對於個體的影響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要發現說 我們看到的問題 這就是輔導心理學的一些 一些想法就是說 我們不要看到好像是小孩子很難教 小孩子很難教 可能只是外顯的一個問題 可是事實上有可能是因為 他們的家庭的作息是很混亂的 或者夫妻關係是不好的 所以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不可能不單單是這個幼兒本身 有可能是那個家庭的問題 你還記得剛才老師說 那個小孩子貼那個臉都是黑色的嗎 那個就告訴你 看起來好像這個小孩怎麼會這麼 那老師還跟我講很妙 其實我是不是很正前老師這樣做 可是老師已經做了 他就說那個小孩就是 他就是質疑要把那個臉 都用黑色的那個一條一條 都貼在臉上 那老師還故意的把他貼了黑色的紙 還把他撕開來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發生一場爭奪戰 這樣 為什麼 因為老師就覺得這樣很醜 所以就是一撐他不注意 趕快把那個黑色都給他撕撕開這樣 那我就覺得說其實沒有關係啊 你就呈現孩子真的是怎麼想法 他真的是這樣反應 然後讓家長看到你的家庭發生問題 所以你看有很多標載 你覺得標載是只有標載 表現的問題嗎 其實你仔細去研究 有可能他的家庭本身就已經發生問題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陳靜心 對不對 陳靜心他原來就來自一個 不是很健全的家庭 所以你看一個不是很健全的家庭 他可能會有個惡性的循環在那裡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系統 這個理論就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只是說那孩子不乖 其實不乖的背後要告訴我們 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 影響這個孩子本身 對不對 好 好 那下面我要講的是動物行為學 就是我之前講過的 先早有說過的 衣服關係 好 那我之前不是說嗎 Gazelle認為孩子的發展 他有一個 他有個基因的藍圖 那個藍圖呢 好像就會隨著時間的過去 As time goes by 隨著時間過去呢 他自然就會展現他 譬如說春天就應該要開 開櫻花了 然後櫻花開過他就會結果子 他結完果子以後 他就會怎麼樣 就是說他有一個 有個生物性的藍圖 會展現出來的 好 那所以動物行為學派呢 他事實上是從達爾文的觀點來的 他認為生物性的本身 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之所以 之所以要有這些機制 不外乎就是物種本身 為了要生存 所以他會產生 Gazelle所說的 雖然淘汰啦 這個所謂的 試著生存嘛 點點點這樣子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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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